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在莫林这儿 孙策打得热闹 但也不是说刘瑶那方面 一点反击都没有的 趁着孙策打泽荣 打得不要太开心的时候 之前守备长江边上 被赶跑的凡能鱼迷他们 纠集被打散的部队 一回头想袭击孙策的后裔 想把那个牛主大营给抢回来 这一招也是有够阴损的 这就是打算断掉孙策的退路了 来个关门打狗 两下夹击 我看你孙策死不死 一看形势不妙 牛主大营立刻派出飞马 来到莫林前线向孙策告急 孙策也明白 这一招很毒辣 千万不能打马虎眼啊 于是放下了莫林 一转头率领主力 又回救牛主大营 来到这里摆下阵势 就和鱼迷凡能他们打了起来 首先来挑战的 就是那个倒霉的鱼迷了 居然敢单挑大名鼎鼎的孙策 大家伙都在想 这是活腻尾了吧 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是 孙策和鱼迷在阵前一来二去的 居然能对打了一阵 到了后来 孙策看起来好像力量不支 居然扭头就逃了 鱼迷大喜啊 哎哟 传说当中的孙策不过耳耳吗 之前那些战将怎么会输给他呢 于是大脑冲血啊 一拍马屁股就追上去了 而且看上去 自己骑的马 马力要比孙策的那匹马好得多 孙策那边怎么跑也跑不快的 很快鱼迷就追上了 看看凑近了 扬起手中的枪就开始瞄准了 打算再靠近一点 一枪扎在孙策的后心上 把他变成孙葫芦 来个穿心透 就在鱼迷的枪 呼的一下扎出去的时候 只见那个狼狈逃跑的孙策 好像后脑勺上长了眼睛似的 闪身向左边一躲 那速度比扎过来的枪要快得多 鱼迷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手上的劲道啊 一下还收不住 原本以为会扎到东西的 现在扑个空 于是连人带马向前飙了出去 狠狠的和孙策的马 蹭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 孙策眼明手快啊 而且他力气又大 一挺腰扭了回来 然后把自己的右胳膊 向后一转 就把身边这个鱼迷 拦腰给夹住了 随后用力一翘 鱼迷的马向前跑了 鱼迷的人却留下了 整个人悬空着被勒在了孙策的怀里 而琴的姿态非常的不雅观 是双脚向前脑门向后 用一种非常奇怪的姿势向后仰着 远远望去就好像这个人是在凌空坐铁板桥 在这样一种姿态下 鱼迷手脚啊 根本使不上劲 先是头盔 咣当一下 掉在地上了 接下来 再给马匹颠两下 手上的兵器也把持不住了 也叮咛咣咣的 掉在阵地上了 远远望去 这种姿态是有够搞笑的 不像两个战将在比武 倒像是孙策抱着新娘子 要进洞房了 就这样鱼迷生生的就给抓过去了 哎呀 身后的凡能一看 不行啊 兄弟被擒啊 得去救啊 于是挺着长枪也追过来了 而这个孙策呢 全当没瞧见 只管夹着鱼迷 往自己的军阵里跑去 孙策的士兵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对方有一员战将挺着枪 已经追过来了 于是急得大声嚷嚷啊 将军将军 后面有人暗算啊 这个时候 孙策才不紧不慢地回过头去 对几乎已经冲到身边的凡能 瞪着眼睛大喝一声 那声音啊 震人心魄 就像半空当中突然打了个响雷 凡能哪想到有这一出啊 原本心里想着啊 就是怎么样能把孙策给扎死 突然给猛喝了一声 人一下就愣住了 而他夸下的那匹马 也吃惊不住 一下子停了下来 撤下好了 凡能整个人都收不住了 嗖的一下 就以一个非常漂亮的前空翻的姿势 从码头前面摔了出去 那份优雅 真是比跳鞍马还要好看呢 只不过 跳鞍马是运动员的专业 人家都是准备好的 是双手着地 或是双脚着地的 而凡能呢 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 一下子 直接是脑门磕地的 眼瞅着黄土大地 以飞一般的速度 向自己扑来 凡能只来得及惨叫半声 阿字还没说完呢 就清清楚楚地 听到自己的脖子 响起了一声脆脆的咔嚓 好了 脖子一断 人也就没了 当场死于阵前了 孙策一路跑 跑到自己的军阵前 一撒手 把这鱼迷给扔了下来 可是这鱼迷啊 不知道是因为气喘不过来了 还是因为那个姿势 太过怪异了 再加上马的颠簸 把脊梁骨给颠断了 反正大家伙凑上去看的时候 这个家伙已经断气了 这一仗 孙策吓死了一个将军 假死了一个将军 哇 这利器 堪比当年的楚霸王项羽啊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从此以后 大家伙都开始叫 孙策为 小霸王 在这里强调一下啊 刚才说的这一段呢 有一半是史料记载的 另外一半是三国演义的 跟三国演义有关系的 就是 小霸王这三个字了 当时 没人称呼孙策 为小霸王 纯属是千年以后 罗冠中写文章的时候 按自己的意愿 给孙策加上的美好的头衔 实际上 在孙策那个年代 小霸王 如果真的这么叫 还真不是一个好听的词 这几乎就等于 指着你鼻子骂 你是大反贼 为啥这么说呢 霸王是谁啊 项羽嘛 项羽当初和刘邦抢天下 那可是反汉的 怎么可能 在汉朝没有结束的时候 拿这个当初 汉朝最大的敌人的名弦 来形容对方的呢 即便是拿来形容 也肯定不是什么好词了 那好吧 罗冠中先生 为什么偏偏要把孙策 形容为小霸王呢 这是因为 当时有个吴俊太守徐贡 上书朝廷 说孙策骁勇 与相及相似 意思是说 孙策为人能打能冲的 非常英勇 和当年的项羽 非常相似啊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后世的人才想着 把孙策叫成小霸王 应该是挺靠谱的 还有另外一个证明 孙策并不喜欢项羽的 孙策曾经让手下的 谋士张宏 写了封信给袁树 劝袁树 千万不要学过去的 那些反贼啊 书信当中是这么写的 陈胜 相及 王莽 公孙树之徒 皆难面称姑 莫知能计 帝王之位 不可横溢 无也 这意思就是说 袁树啊 你不要称帝 不要效仿啊 像当初造反的 陈胜啊 相及啊 王莽啊 公孙树他们 那些家伙 都在南边自己称帝了 但结果都很不好看呢 说出这样的话 就说明 孙策对项羽 可真是不感冒的 即便自己作战的风格 与项羽很像 但那又怎么样呢 项羽是和汉朝作对的人 我孙策是汉室的臣子 又怎么可能用汉朝的敌人的名号来形容自己呢 这是想都不用想的荒唐之举嘛 所以啊 所谓的小霸王 只是我们后世人的想当然而已 在孙策那时候 是根本没可能有人这么说的 南渡长江以后 孙策连战连胜 情绪是越来越激动了 到处寻找刘瑶的主力部队作战了 那就像一个吃货 肚子饿了到处找吃的一样 这种状态下 刘瑶的部队 根本连精气神都给输光了 连打的欲望都没有了 又接连丢了几个军事要地 最后 刘瑶的首府曲阿 就孤零零的出现在孙策面前了 孙策在江东一带 横着走这么久 消灭了大量刘瑶的部队 夺取了大量刘瑶的地皮 倒并不是因为刘瑶不如孙策才大气粗 更不是因为他的实力比孙策单薄 而是他手下实在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人才 个个都是打酱油的 那几个对他死忠的那些党羽 平时搞搞腐败 做做豆腐渣工程 对举报人员打击报复 那倒是很有水平的 可是一上战场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缩手缩脚的 带多少兵都跟不带兵一个样 最后就是江东战场 成了孙策一个人表演的大舞台 就在这个时候 终于有一个不是打酱油的人来了 这个人才是真正能让孙策吃苦头的人 正当孙策势如破竹 冰封直指刘瑶大本营的时候 刘瑶的一个老乡来探望他了 这个人就是太史慈 太史慈 自紫义 东来郡黄县人 没什么背景 出身就是平头老百姓 但这个人长得很帅 身高七尺七寸 拿现在来说就是一米八左右了 而且长着一把很飘逸的胡子 哎那年头啊光长得帅还是不够的 非得有一把漂亮的胡子 那才是帅哥的标配呢 太史慈这个人粗通文末 但是武艺很高 尤其是他的剑术 那简直就是百发百中的 原本他在当地做个小小的献力 只是负责跑跑腿送送文书之类的 后来自己的郡和隔壁的郡发生矛盾了 都抢着要上诉朝廷 看谁更快把表彰送到中央政府那 太史慈使了个小花招 把对手的奏章生生给毁掉了 这一件事令到太史慈名声大噪啊 再到后来 他家的恩人北海相孔荣 被黄金军围困 以正是太史慈 单枪匹马冒死突围 跑到刘备那球员去的 这些事啊 之前也详细地为您讲过 在这儿我们也不多说了 但是有个问题很奇怪的 既然救了孔荣以后 为什么太史慈呢 没有留下来帮孔荣 而是直接回到老家赴贤呢 其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孔荣让黎虽然很有名 但是在乱世里 他始终是个文官 没什么雄心大志的 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 是没有他的一席之地的 他给后人留下的印象 只能是吃梨 而不是吃肉 所以太史慈 才没有留下来辅助他 可是像太史慈这样的人才 是不甘心于宅的家里的 在家里猫了好一阵以后 听说刘瑶做了扬州刺史 太史慈和刘瑶是老乡 认识很久了 具体是怎么认识的 史料当中没有记载 估计呢 应该是当初在老家当俊丽的时候 因为都是官场上的人 所以互相有来往 慢慢慢慢的就熟悉了 既然自己的固知 到了南方当了大官 那可以考虑一下去投奔他呀 到南方发展一下 也许自己的事业就此腾飞呢 于是太史慈就辞别了老母 离开了老家 南渡长江到了曲额 去探望刘瑶 顺便看看 自己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要知道 在家里复闲了这么些日子 浑身难受啊 骨头都快长毛了 当时的太史慈 已经是名满天下了 关于他的传说 在江湖上到处流传啊 那有勇有谋的形象 是深入人心啊 所以刘瑶的部下们听说 哇 是北海筹温的太史子役 到了咱们这儿啊 于是个个都涌过来围观呢 一看这太史慈 哇 长得好威猛哦 是典型的鸡肉男哦 如果把他投放到战场的话 嗯 和孙策应该有得一拼的 于是纷纷向刘瑶建议了 主公好福气啊 在他乡遇到这样的固执 哎呀 完全可以认他为大将 让他前去抵御孙策呀 在这个阶段 刘瑶已经被孙策打得很狼狈了 真是随便拔棵草都能当救命神了 只要肯帮着自己带兵去打仗 当自己的炮灰 那真是认识谁都可以重用一下的 可是很奇怪的是 刘瑶偏偏偏却不肯重用太史慈 他不肯重用太史慈的原因 倒不是说这个刘瑶怀疑太史慈的能力 因为太史慈的本事 之前在中原地区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嘛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刘瑶怕许少笑话他 他就对部下说了 我若是重用子役的话 这岂不是让许子将笑话吗 这里说到的许子将 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月旦平的大师许少了 要说这刘瑶呢 也是许少的粉丝 和这个大师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当太史慈来到江东见刘瑶的时候 刘瑶还专门请许少过来看了看 可是许大师只瞄了这个猛男一眼 就回头对刘瑶说了 此子永则永矣 然必辙于江 这句话啥意思呢 是说太史慈喜欢吃江吗 不 零分 许大师的意思是说 哎呀 这小伙子长得是很威猛啊 但是以我来看 他最后必然会战死于长江之中的 大师说这话 那可不是什么好词啊 是百分之九十九的鄙视啊 剩下那一分不给 是因为怕刘瑶不高兴 毕竟太史慈是刘瑶的老乡啊 那么问题来了 为啥这位大师就这么看不起太史慈呢 下一次接着为您说